夏天呢 当季当令还有这个香瓜 那么东藩新闻就在桃园独家为您找到 这位果农他叫做陈威生 那么在当瓜农之前你知道吗 他是半导体业的电子新贵 他放弃了百万年薪 他还砸九百万来盖温室 那么熬了四年之后终于翻身了 证明种水果也能够拥有一片甜 当这个熟的时候这个叶片一定会泛黄 因为它的就是微量元素 它会直接被这颗果实吸收 圆滚滚的香瓜成熟到粉嫩白 就能一手摘下 掌管这五分地的果园主人是他 36岁的陈威生 戴着眼镜和农夫形象差很多 原来他在四年前 曾是零有百万年薪的 半导体业经理 30岁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蛮冲动的 就是说既然决定我又会去做 那就跟老板辞职 砸了九百万租地盖文室 目的就是要防雨锁住甜度 种植方式也和一般人不同 瓜类我们是采植栗子 垂直是种那单瓜单果 那单瓜单果的好处是 其他的所有的养分会集中在一颗 从种植到出货全都一手包 香瓜要擦得干净溜溜才能包装 阿生的有机香瓜单价不便宜 但老客户总是一吃成主顾 像我们香瓜出来一箱一箱 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开着冰室 就忽然间杀过来 这个话不说 这个我要少年名仰偶 他就买回去自己吃 夏天卖瓜 冬天出草莓 无缝衔接让月营收近百万 只是创业路走得辛苦 台风一来 果园付诸流水 残赔二十万 不只要看老天脸色 敌人还有小果虫 温室的时期是很高的 会有所谓的陆菌病 那陆菌病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它叶片会呈现这样子 一点一点 如果说真的虫进来了 几乎这些东西就每一下就飞了掉 还好努力有成 种出的香瓜甜度高达13度 如果皮质光滑的 代表肉质均匀 口感好 而圆扁形的香瓜 吃起来特别甜 直接打冰沙 不加糖也很够味 但转行背后 最担心的其实是父母亲 他们也没有办法想象到说 我看到的那一块世界是怎么样的 爸妈都这样子吗 就念念念念 做一做 他真的觉得你很像做起来的 你很像成功了 那他们就觉得 好你加油你加油 放弃当人人称现的电子新贵 陈威生从零开始 不求快只求好 在成本高的有机农业中 走出一条活路 东森财经群 五居民城温街 桃园报道 我请你按赞 桃园报道 请你按赞 桃园报道 目标记 吧 感谢观看